水深們穿戴蜂帽 輕便雨衣 來到新一區公所的屋頂花園 今天可不是要來賞花 而是要近距離的觀察 仰在屋頂上的台灣蜂 這些原本生長在郊外 因為藥物跟蟲害 面臨物種數量一日一減少的情況 而在新一社大養蜂達人 蔡俊宏老師的細心培育下 讓城市裡的人們 也能有機會看到蜜蜂 人在台北市可以看到那種 台灣快要瀕臨絕種的蜜蜂 就是覺得這邊的環境很不錯 為什麼會害怕蜜蜂 就是感覺它時時都會跑過來盯你 那剛剛遇到了之後呢 就他們就是比較溫馴 就是如果你不去攻擊他們 他們就不會攻擊你 那台灣蜂對台灣的本土的一個環境 又有那麼大的貢獻狀態 區長在聽到我們這樣的一個困難之後 他很爽快地答應在頂樓 信義區公所這邊頂樓 讓我們把一些蜂箱來去做 台灣野蜂的一個富裕的工作 就算養在你家 你以為鄰居也比較不到 新一社大養蜂達人蔡俊宏 特別與信義區公所合作 在頂樓空中花園設置了養蜂箱 培育台灣原生種蜜蜂 無論是近距離研究蜜蜂 或者是品嘗從蜂箱裡頭取出的蜂蜜 都讓學生們驚嘆連連 中間陸陸續續大概我們也 富裕不下十群以上的蜂 就當初的一群兩群開始 一個框大概是三千隻左右 那五框大概就一萬五千隻 那你如果說有五群在那邊的話 就一萬五千隻乘以五到七萬五千隻這樣子 這個地方本來就是蜜蜂它們生活的地方 那在平面綠地減少的同時 我們就想說在我們的屋頂 提供這樣子的一個空間 那來協助我們的蜜蜂富裕 那我們把小朋友帶到這邊來 也希望這樣的觀念 能夠繼續向下扎根 新一區公所近年來 致力推動新一律生活 希望藉由屋頂養殖蜜蜂 讓各種生物在新一區 能夠共存共榮 也能夠藉此進行生態教育 周邊的花園也不用有毒的化學物 共創和諧的自然環境 台北大臺北書衛新聞曹德華 採訪報導